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刻外媒爆料 月初双方代表在基辅见面的时候 乌俄两国总共三名代表出现了中毒的症状 其中俄罗斯意外富豪阿布拉穆维奇 甚至一度失明好几个小时 而一次被下毒的阿布拉穆维奇 他是钱英超足球队窃歇的老板 《卫报》和《华尔街日报》指出 他和另外两名俄罗乌克兰的代表 都出现眼睛红肿 短暂失明的症状 不过这些消息还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 乌克兰只表示 和谈不会受到影响 将会顺利进行 可是卧尔开战已经第34天了 乌克兰现在持续收复尸土 可是俄军的炸弹攻势还是没有停止 瞄准地面设施轰炸冒出浓浓黑烟 俄罗斯不断释出最新攻击画面 上个周末更罕见袭击西部大臣利维夫 消防员拉水线灌旧 花了14个小时才扑灭除油设施大火 高精准巡异飞弹也击中军事设施 居民听到警报大作吓得拔腿狂奔 小朋友满脸惊恐 紧紧跟着大人躲避战火 但也有一群人愣在原地 看着眼前轰炸地点冒出浓烟 躲在防空洞内还是惊魂未定 乌克兰多座城市不断被无情轰炸 Russia accused of trying to wipe Ukraine off the face of the earth and that accusation coming from an advisor to Ukrainian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y who tonight is tweeting there are quote more and more missiles every day 下一秒不长眼飞弹可能就砸落眼前 英国媒体深刻感受到生死一瞬间 一群人手忙脚乱赶紧爬回车内 距离基辅大约130公里的 切尔尼戈夫炮集没有间断 尽管有持枪士兵护送但他们的武器根本不敌俄军火炮 第二大臣哈尔科夫经历经历好几天炮火洗礼到处断圆残壁 一片肺墟中乌鸦提叫声更显凄凉 距离基辅35公里的维石夫 幼稚园内小朋友的柔毛娃娃已经沾染灰尘脏污 想到无辜丧命的孩童 幼稚园老师崩溃落泪 俄军毫不留情全面轰炸下双方展开激烈交火 CNN teams in the Ukrainian capital say that they've heard a loud explosion It happened just a short time ago, followed by sirens 乌克兰积极反攻下包括基辅近郊的马卡利夫斯托扬卡 通通沦为俄罗斯的军车坟场 而位在乌克兰北部的斯拉夫蒂奇 尽管被俄军占领 当地军民却丝毫不畏惧 居民拿出乌克兰国旗一起上街示威反抗 要求俄罗斯释放被俘虏的市长 而俄罗斯开炮回敬 突然一声巨响冒出阵阵浓烟 接着无数强声 没有仓皇逃命 没有今生尖叫 上千位市民和平示威将俄军逼退 类似画面也在南部赫尔松上演 居民示威到一半传来爆炸声响 现场还有俄军留下的烟雾弹 却没有吓跑乌克兰人 越来越多军民聚集还高唱国歌反抗 尽管俄军不停轰炸 但乌国成功反击下也凝聚更多乌克兰士气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这一起战争已经开打超过整整一个月了 而目前最新的发展状况如何 交给资深的记者郭展宇 是的 我们现在透过画面看到的 其实就是俄罗斯国防部 所公布的最新画面 而这是俄罗斯军方 他们在基辅的军事行动 可以看到他们是透过搭扶桥江的方式 来帮助装甲部队渡河 因为我们都知道 乌克兰军其实在开战前几天 他们就已经炸毁了 通往基辅的几座重要的桥梁 所以俄罗斯军方 现在是释出这样的影片 似乎是想要证明他们对基辅的包围行动 目前还在继续当中 事实上过去几天 外电是持续的报道 俄罗斯在基辅包围战上面 它似乎是没有太大的进展 不过现在俄罗斯释出这样的影片 似乎也是想证明他们的军事行动 目前还在进行当中 不过更值得我们关注的 或许是这个最新的消息 这是乌克兰的核能监督局 他们是释出了最新的声明 表示现在俄罗斯军队 正在针对哈尔科夫的一个叫做 物理技术研究所 这一个核设施来进行攻击 而且目前的攻击还在进行当中 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不过真正的灾损 因为目前攻击还在进行 无法进行正确的评估 不过他们表示俄罗斯军方 是持续的针对哈尔科夫的核设施 来进行攻击 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对这件事情似乎也有一些反应 我们现在就来听听他怎么说 敌人 恐怕是没听说 现在从来都被迟着 这一个全部医炎 我们生存活动 我们是活动的 我们得到了 在买海洋里那边 什么银行运动 被删下来到这一个 所以做了 尿ません 哪吐巴尔 满尾炎 麻布尽 替我尔中 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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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看到责任司机在这段谈话当中 他的情绪似乎是有一点激动 他甚至还有拍桌子这样的一个动作出现 而事实上现在根据这个英国国防部 所透出的最新的情资是表示 俄罗斯的一个民营的军事公司 他的名字叫做华格纳集团 这个华格纳集团已经募兵了1000人 而且正准备要送往乌克兰的东部 来支援作战 因为华格纳集团 其实他的幕后的老板 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信 他的名字叫做普里哥 普里哥任 而这位普里哥任 因为他是普京的亲信 所以其实他旗下的这个华格纳集团 跟俄罗斯国防部的关系 可以说是非常的密切 而英国国防部 目前掌握最新的情资就是 华格纳集团已经募兵1000人 要送往乌克兰东部 来支援乌克兰军队作战 主播 我们要继续请教展运的是 刚刚在新闻中有提到 俄罗斯跟乌克兰即将展开 新一轮的谈判 可是就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 双方代表却在月初见面的时候 疑似出现了中毒的症状 不免让人联想到 是不是有阴谋论之外 最新的和谈有机会宣布停战吗 再交给展玉 知道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 他们的第四轮停火协商 是预计在台湾时间下午的三点 而这一次和谈的地点 会是在土耳其的首 土耳其的第一大城伊斯坦堡来登场 而进行的时间是当地时间早上的十点 也就是台湾时间下午的五点钟 下午的三点钟将会登场 而这一波会谈 大家聚焦的焦点 其实都是在于乌克兰的部分 其实现在已经做出了让步 因为他们表示 他们愿意谈乌克兰中立化 以及停止加盟北约 这两个条件 这两个条件 其实就是俄罗斯提出的 停火协商当中的五个条件 其中的两项 但是对于乌克兰东部 以及克里米亚地区的独立 这两个条件 因为乌克兰他们还是 无法接受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场和谈 恐怕还是不会有什么具体的进展 而俄罗斯的外交部 事实上在昨天也提前发出了声明 似乎也在为今天的这场会谈 已经打下了预防针 他们表示 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 虽然多次表示 他希望能够跟俄罗斯的 总统普京来会谈 进行领袖的峰会 不过俄罗斯方面是表示 领袖峰会在短期内 恐怕是无法登场的 这里换句话说 他似乎也是想要说明 今天下午的这场会谈 恐怕不会有什么具体的成果出现 至于刚刚提到的就是 关于俄罗斯的富商阿布拉姆维奇 他遭到下毒这样的一个状况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普京 他对于他的政敌 是经常会使用毒物 下毒这样的一个状况 来发动他的攻击 而事实上包括大家比较筹悉的 应该就是俄罗斯反对派的领袖纳瓦尼 他过去也是曾在搭飞机的时候 是遭到下毒 因此最后被俄罗斯方面所逮捕 而事实上这一次 包括阿布拉姆维奇 以及两位乌克兰的谈判代表 他们被下毒 但是因为他们都没有出现 身体上面都没有受到具体的危害 对他们的生命危险 并没有受到具体的危害 所以大外界普遍认为 俄罗斯这次下毒 其实警告意味比较浓厚 似乎是想要影响和谈的方向 主播 谢谢展玉帮我们整理的最新资讯 而俄罗斯跟乌克兰的第四轮和谈 将在台湾今天下午三点举行 我们也会持续帮大家掌握最新消息 另一方面俄罗斯宣称 第一阶段任务完成 未来要聚焦在顿巴斯地区 但是乌克兰国防情报局表示 俄罗斯打算模仿韩战的形式 要把乌克兰一分为二 俄罗斯坦克往河岸靠近 路上还有整排的V4军车 这是俄罗斯国防部 周一公布的新影片 似乎想强调他们的军事行动 都还在进行 绝无被逼退 俄罗斯还声称一天内 击中36个乌克兰军事目标 之中包含4架的苏-24战斗机 只是曝光画面 疑似只有无人机 说法有待证实 而俄罗斯总统普钦 周日露脸发表演说 向士兵打气 另外莫斯科医院 也公开表扬伤兵的画面 只是战争拖了一个月 俄罗斯似乎开始想找台阶下 突然宣布未来将聚焦解放 东部顿巴斯地区 其实这一区本来就有 两个亲俄分裂势力范围 包含卢干斯克和顿内刺客 当地叛军领袖随后配合演出 表示要在最短时间 举行公投加入俄罗斯 不过乌克兰情报局长布达诺夫 表示俄罗斯野心还很大 现在想将乌克兰沿着聂伯河 切成两半 分成乌西汉乌东 俄罗斯似乎想模仿韩战模式 控制整个河岸移动的范围 但有美军认为俄军的想法 还是太乐观 九公不下乌克兰 俄罗斯传出已雇佣恶名昭彰的 瓦格纳集团佣兵 想暗杀泽伦斯基 华格纳集团由车臣老将乌特金发起 他和普京关系紧密 而长期研究这个单位的专家直言 这个集团就是普京的私人军队 克里姆林公想极力撇清的还有各种战争罪行 俄罗斯近期除了将德国最大报网站封锁外 俄罗斯两家独立媒体采访泽伦斯基的片段 也被禁止播出 不过该媒体集团无惧打压 继续转往乔治亚开台 不让俄罗斯人被蒙在谷底 对于专访被封杀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很酸普京 痛批俄罗斯不只想残害自家的言论自由 还想干预邻国 最后只会自食恶果 自于美方来聚焦 美国总统拜登 在战争之后首度造访欧洲 但是上周他在波兰的公开演说 提到俄罗斯总统普京 不该继续掌权 这番言论引发外界的批评 旧法乌俄冲突会持续生昏 但是拜登回国之后 拒绝为此道歉 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另外最近网络上流传 一段六分钟的影片 内容是乌克兰士兵 俘虏一批俄军 但是却向其中一名 俄国的战俘膚膝盖开枪 俄罗斯军方批评乌克兰不人道 连乌克兰的国会议员 也喊话说 要调查是不是真的 如果真的 一定会严惩涉案士兵 但是也有网友点出疑点 认为影片可能是假的 眼睛欲青 脸上还有纱布 这是乌克兰电视台 报道的被俘虏俄军 但网络最近流传影片 有乌克兰士兵 俘虏了一批俄军侦察组成员后 还向其中一名战俘的膝盖开枪 俄罗斯当局开记者会 批评乌克兰手段不人道 也展开调查 乌克兰也要追查 毕竟这对他们来说是重伤 但网友也当起柯南 说影片中战俘的腿 没有被射击的痕迹 地上也没有血迹 指引影片的真伪 但同时俄罗斯也趁机出招 乌克兰士兵排排坐 俄罗斯军方高层到意愿内 特地颁发奖章给他们 似乎就是想表示 俄方很善待乌克兰士兵 普清还公开谈话 感谢国家禁卫军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但现在除了舆论 乌克兰还得担心盟友吗 因为拜登描述普清是屠夫 法国总统马克宏认为不妥 布林肯赶紧面火强调是拒绝 普清用无力 而乌国难民也力挺拜登 难民站在对立面 只求俄国的暴行 赶紧划下句点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连在乌克兰工作的外国人 也成为难民 不过一名美国籍的 抑郁老师泰勒 却在逃跑的路上 被俄军当成奸细 足足关了十天才获释 乌俄战争持续 战火不断 不仅乌克兰人往外逃 在这里工作的外国人 也想尽办法要离开 接受ABC记者访问的泰勒 就是在当地教英文的美国人 但他运气不好 在逃难途中 通过两个俄罗斯检查战后 却被俄军当成间谍 直接关了起来 由于泰勒和妻子女儿分开逃难 在被关起来的日子里 他更加担心他们的状况 只能祈祷奇迹出现 直到儿子被抓 远在明尼苏达的爸妈 急忙找上当地参议员 帮忙救人 议员联系上国务院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 还有许多善心人士 也纷纷伸出援手 幸好十天后 泰勒终于被释放脱离牢笼 而在战火持续延烧的尼古拉耶夫 则是能够看到没有被击垮 已久士气高昂的乌克兰士兵 就像他们把击溃俄军后 抢下来的坦克车 当成战利品运走一样 坚信无论多难 乌克兰一定能获得 这场不平等战争的最后胜利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这一起战争也牵连到 俄国人的生活 在台湾发展的俄罗斯艺人安妮 也被网友迁怒 她昨天出席观光活动的时候 强调自己在乌克兰 还有俄罗斯都有亲朋好友 每天都会打电话询问 是不是需要协助 钢管观光傻傻分不清 来台湾居住11年 努力学中文的俄罗斯籍女性安妮 在俄乌战争爆发第三十三天 首都露面透露心声 让大家都会难过 因为我就是两边的国家 都有朋友都有家人 所以我也很关心他们 天天都跟他们联络 也很谢谢大家的支持 因为我觉得现在俄罗斯人 也受到很多的就是会被骂 但是我觉得我很幸运 我在台湾 心细着亲朋好友 每天都热线联络 其实安妮是俄乌混血 爸爸是乌克兰人 妈妈是俄罗斯人 随着战争爆发 身份受到关注 不过先前与乌克兰籍网红 加纳上节目时 安妮却说俄罗斯女生 有钱比较时尚 而乌克兰则 有点像俄罗斯的乡下 这番说法也让安妮 一戏之间成为众矢之地 网络漫码身不断 我都觉得那些人 可能比较不了解状况吧 他们这样说 他们可能也不是那个意思吧 但是支持我的人还是很多 战争开打当天 马上就联络两地朋友 看看是否需要协助 而提到总统普京开展行为 他则这么说 除了难过之外 我没有什么想法 因为我比较不太会去 关注什么politics 关于政府什么事情 当然 但是当然大家都很难过 希望赶快这件事情会结束 然后世界平安 因为大家都辛苦了 真的 回答小心翼翼 就怕触动敏感神经 安妮只期盼世界和平 血难之灾 早日停歇 TVBS新闻 庄岐元周沛宇 台北采访报道 目前在线上的是 德州州立大学 翁宇忠副教授 老师您好 今天要跟您请教的是 根据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 俄军的攻打不如预期 而且传出和谈 有意让步 要取消去纳粹化 去军失化等等的和谈条件 也同意乌克兰加入欧盟 这是真的吗 而且是不是也代表说 双方真的有可能停战了呢 焦哥老师 谢谢主播好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确实各种的媒体 各种的揣测 我们都很希望 它的结局 真的如同媒体所报道的 一样何谈出现了曙光 其实好几个礼拜以来 各种的说法都在希望 希望说这个乌俄双方的谈判 能够有一个精的进展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在战争的战场上面 事实上俄罗斯的攻势 还没有停歇 如同我们所说的 希望归希望 但是对于俄罗斯来说 恐怕要让他立刻停火 其实难度挺高 因为到目前为止 俄罗斯的军队确实在乌克兰 打得并不是非常的顺 导致现在俄罗斯 还没有得到一个 他觉得他可以站上谈判桌上 比较有利的位置 这个对普丁来说 因为普丁是没有办法 接受失败的 从过去的执政 以及他过去在2014年的表现 攻打克里米亚 你会发现普丁的做法 基本上是一定要 才赢到 得到一些战略上面的胜利 或者是战略上面 占据了一些重要的据点 才会有可能进入谈判的过程 所以现在普丁还是一样 维持的过去这几个礼拜以来的 两手策略 我们会看到谈判进入到第四轮 会看到双方的代表 在土耳其进行了和谈的过程 但是如果真的在过程当中 要取得比较重大的突破 恐怕我们也会同时看到 俄罗斯在马里乌布 或者是在整个东南的 这个顿巴斯的地区 会继续紧急的进攻 等到俄罗斯真的是拿下了部分的重要的据点 像是马里乌布这个城市 最近的公司非常的强烈 等到俄罗斯真的拿下了这个据点 或许普丁就会觉得 这个有了可以跟俄罗斯人民众交代 或者是为自己找到了下台阶 在俄罗斯找到下台阶之前 我们要期待说在和谈上面出现曙光 除非俄罗斯真的已经是弹尽圆绝 或者普丁真的觉得如果再打下去 没有办法连政群都会不稳 才有可能真的赶快的停火 否则短期之内我们要看到普丁 现在的状况短期之内 要看到和谈出现曙光 我觉得会看到谈判 但是要有重大的突破 恐怕还要再等一等 好 我们也希望今天第四轮的谈判 能够谈出好消息 另一方面俄罗斯军队围攻乌克兰 东南部的港口城市马里乌布尔 当地的市长也表示说 马里乌布尔基本上已经被俄军控制了 为什么俄军这么执着要攻打这座城市 他有什么样子的战略地位呢 再加戴老师 是 马里乌布尔确实是战略地位非常的重要 我们如果从地图上来看 就可以知道马里乌布尔事实上 在乌克兰的乌东地区 而在乌东地区之前 俄罗斯就一直在强调 要支持所谓的顿巴斯地区的两个独立共和国 能够真正的独立 可是过去没有掌握马里乌布尔的情况之下 这两个独立共和国 就算真的让他宣告了独立 他也没有生存之道 也就是他没有经济的支撑 有了这个港口都市 如果俄罗斯真的拿下这个港口都市 接下来再谈判 或者真的如同我们媒体上面所看到的 俄罗斯想要把乌克兰一分为二 可能是东乌跟西乌 要占据东乌就必须要有经济 要有生存之道 马里乌布尔就代表了这个经济的命脉 代表了这个区域 可以真正的独立出来 有自给自主的这个方式 我们要知道马里乌布尔事实上 他不仅仅是这个重要的这个港口城市 他也是乌克兰出口粮食的大港 还有他是一个重要的钢铁的城市 再加上战略地位 在军事上面的战略地位 因为马里乌布尔是在乌克兰东边 他是扼住了这个所谓的亚述海 而亚述海是出海到黑海的 一个重要的地区 所以对于乌克兰来说 过去就是战略重点 那俄罗斯如果能够掌握 这个战略重点 而且再加上如果守住 拿下这个战略重点 而且不打算还给乌克兰 将来乌克兰就算在谈判桌上 真的同意了所谓的乌东乌西 分开的话 假设有这样的状况出现的话 事实上对于俄罗斯来说 他占据了马里乌布尔 等于是扼住了乌克兰对外的 一个咽喉 事实上当然对于俄罗斯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 而且我们刚刚也说到了 现在的土丁非常需要 对内的一场 比较大的一场胜利 也就是一种借口 或者是一种台阶 如果整个乌东地区 顿巴斯地区真的要宣告独立的话 在这个顿巴斯地区 跟克里米亚之间的马里乌布尔 在交通的位置上面 也可以让乌东跟乌南 事实上是可以连接起来 如果没有办法拿下马里乌布尔 实在是很难说 俄罗斯的普丁就很难说 他在这一次的大举的进攻 耗费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的情况之下 有什么样的重大进展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 最近的马里乌布尔 遭到的攻击是这么的重 这么的惨重 这么的严重 因为对俄罗斯 对普丁而言 不管怎么样 都一定要拿下一场胜利 而这个胜利 现在锁定的就是乌东地区 对于整个世界 其实现在也要非常的关注的是 接下来这一个礼拜 很有可能是未来 这个乌俄冲突的一个关键期 因为马里乌布尔 还能不能继续守得下来 我们要回顾2014年 在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的时候 当时的乌克兰军队 就是在俄罗斯的军队 先拿下马里乌布尔 后来乌克兰的军队反攻 把马里乌布尔拿回来 然后等于是乌克兰宣告了一个重大的胜利 就是在截断了 顿巴斯地区跟克里米亚地区 现在俄罗斯绝对不能够再回到2014年 等于是入侵克里米亚 等于是一样的战果 对普丁来说 他的压力是不论如何 至少乌东的地区要有战果 对于乌克兰来说 能不能够拿回马里乌布尔 就变成一个重要的关键 这也是年代影响到 我们刚刚回答的 和谈会不会有机会 会不会双方到底想不想和谈 普丁会希望能够有战果之后 再坐上谈判桌 所以说筹码会多一点 乌克兰要希望的是 尽可能的能够守住 透过各种的方式 能够把马里乌布尔再拿回来 在谈判桌上也会比较有筹码 要求俄罗斯撤军 或者要求俄罗斯认清 战争的成本很高 都在这一个礼拜 马里乌布尔的战场当中 可能会看出一些端倪 我们期待战争赶快的停火 可是我们回到非常现实的 可能要从战略的层面来看 双方到底有没有可能 在谈判桌上互相有一些妥协跟让步 其实这个礼拜其实在战争上面 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期 值得大家继续关注 也为乌克兰人民继续祈祷 好 所以说这个礼拜将会是关键 当然我们也希望说 不要再有更多的平民 因为战争而死亡 感谢老师今天帮我们统整 以及分析 谢谢老师 接下来还要看到的是 现在有一个说法说 俄罗斯攻取首都失败之后 最大的目标 就是要把马里乌布尔拿下 作为战争的停孙点 焦黑的大楼墙壁 破碎的门窗 前方一辆废弃坦克 地上还有手榴弹残骸 民众背后的房屋 被炸得只剩下一层空壳 放眼望去 马里乌布尔市区内 竟是残破的景象 有人冒险回家 却发现屋内 已经变得凌乱不堪 寸步难行 原本温馨的家 面目全非 终于看到一个熟悉的物品 老太太忍不住 哭了出来 路边随处可见 临时挖掘的坟墓 随便拿块木片或铁片 手写记下姓名与埋葬日期 或是绑出简陋的十字架 勉强放一束塑胶花 幸存的居民则抓紧机会 利用记者的镜头 向家人报平安 乌克兰东南部港市 马里乌布尔 自开战以来 就遭到俄罗斯以武力逼降 除了军队包围 还实施无差别轰炸 民众身心饱受煎熬 宛如生活在人间烈狱 留下的人满脸绝望 但想要离开 逃亡路上同样不满危险 马里乌布尔这对夫妻 先生带着怀孕的太太逃亡 就一度被迫掉头回去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谴责俄军包围 马里乌布尔 断水断粮 已经引发灾难性的人道危机 有幸逃出的民众搭上渡轮 平安抵达罗马尼亚 谈起围城经验 说马里乌布尔 已经什么都没有剩下了 俄军的地面攻势受到重大挫败 乌克兰军队甚至在北部多地 发起反攻 要将俄军赶出基辅 哈尔科夫等地区 但是俄国改变策略 要集中军事资源 占领乌东的顿巴斯地区 让乌克兰分割为东西两边 马里乌布尔刚好位在乌东区域内 接下来只怕会遭到更大压力 TVB的新闻余思营综合报导 你知道其实我有演艺圈 适应不良真吗 我算是背包客出身的 其实很向往自由 我常听到你谈 那个阿嬷 阿嬷已经95岁了